大家好,我是略琴 最近不是又到开学时间了吗 每到这个时候呢 总有一些学弟学妹爱的我 问我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上初中的时候也经常回答 老师一提问,你们梦想是什么呀 大家就发言 你的同学站起来 老师,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科学家 那个站起来 老师,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歌手 到我了,我站起来 老师,我的梦想是有一个手机 这不能怪我啊 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有手机 但我妈就不给我买 说耽误学习 我妈当时管我管的就是非常的严 我上学那个地方呢 在辽宁省铁岭市开远县 一个非常小的县城 我妈觉得不行 她有向别人学习 听说人家恒水模式非常好 下定决心 说咱们人虽然在开远 但得使用恒水模式 简称开水模式 那是一个水深火热呀 不让用手机 也不能上网 基本上就把我与世隔绝了 我就跟那个桃花园里的人似的 但有一定区别 人家桃花园里 武林人捕鱼为业 在我们开园里 李月琴捕习为业 就这个包含 能听懂能乐的 年龄应该都不大 你再大点肯定就忘了 上了高中之后呢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手机了 但是我依然不是很快乐 因为我发现 我自从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吧 我妈总能知道我的一举一动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妈擅长推理 后来才知道 就我那张手机卡 是我妈的副卡 就是说她能够一手控制我的这张卡 我上网流量用多了 咔就给我关了 童话时间长了 咔就给我关了 上学感冒了 我妈说玩手机玩的 咔又给我关了 这哪是我妈的副卡 这就是我躁动青春的关卡 当然了 这个词读关卡 高考会考 多亏我妈给我关卡了 要不我都不知道这是关卡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呢 就是拥有一张自己的电话卡 后来到北京上学 人家别的同学 到北京第一件事 找学校在哪 我第一件事 找营业厅在哪 到了学校之后 人家别的同学都是 哎呀 学长好 学姐好 老师好 就我拿个手机给那乐 哎呀 有了自己的电话卡 真好 其实小时候吧 这些所谓的梦想 根本称不上什么梦想 就是看别人有啥 我也想有 根本不知道 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到了大学 我才发现 人家别人 能考上北大那些 哎呦 那是真有梦想 真有方向啊 我室友啊 一个天天写论文准备保研 另一个天天学英语准备出国 就我天天寻思 我几点钟下楼 能抢着食堂那狮子头 天天就都吃 就我这样的 我还跟人说梦想 那不就吃人说梦吗 后来我就进入喜剧行业了 仿佛找到了一些自己的梦想 当然了 这也离不开我经纪人对我的鞭策 前两天 他还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说学琴啊 你不要老是蹭别人的流量 我一听我说是 蹭热度就是一时的 咱们得有自己的作品 他说那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就你自己啊 你能不能办个套餐 你别老让我给你开热点 但你说这能怪我吗 你是很可惜 我现在毕业了 我办不了这个连通过派校园套餐了 人家这个套餐 不光流量多 权益多 网速还快 以前刷手机是担心流量不够用 现在刷手机是担心视频不够用 但也有一个坏处 就是容易忘了一开始打开手机要干什么 那天我行的 我上网查一下那个脱口秀高级技巧 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开始看离婚冷静期如何分割一下 就希望大家呀 别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 多花一点流量再学习新知识 连通过派校园套餐 有非常多的会员权益 像视频会员 音乐会员 这都免费领 大家可以领了之后呢 上上网课 听音乐什么的 提升一下自己 信息时代带来的不光是新的娱乐方式 其实更多的是新的机遇 比如说最近人工智能很火吧 这又是一个新机遇 大家应该都知道 咱们连通助理也有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你忙的时候 AI可以再替你接听电话 上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 就跟人家AI闹上了 哎呀闹老半天呢 就以为是真人呢 咋说也不信 到最后挂的时候 非得劝人家好好跟我搞对象 我妈也很爱唠嗑 你们也看出来了 我就遗传她 上学的时候 我就天天跟我同桌唠嗑 把老师天天训我 说略形 你给这唠的天花烂醉的 有什么用 以后你给这说话 眼角是给你钱是咋的 那老师没想到啊 后来出现一种行业 叫脱口秀 当时我同时也爱老师批评 说你天天你啥事不干 你就听他给他唠嗑 你资个牙资的乐 你又能有什么出现 那老师更没想到啊 脱口秀还有个高级岗位 叫领效女 所以说 祝愿大家都能尽情 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要怕被嘲笑 也许吧 你可能会被批评 但梦想可能就藏在 被批评最多的地方 只要你真的愿意 为之付出精力 也许在某一天 它会给你带来 为之的机遇 哪怕是爱老可 联动货派 有梦有方向 谢谢大家 我是立月琴